朋友们好,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世纪立交桥上 我从吉林快速路右转,进入世纪快速路 左侧的道路是封闭的,只能从这条路下快速路 进入世纪大街 在这儿呢,可以看到左上方的这个快速路高架 已经修到了自由大路 目前世纪大街快速路处于断头路状态 我到前面的路口停下,找个地方停车 仔细拍一下这座桥 我左转进入自由大路 这是自由大路以世纪大街交汇口的东南角 等一下信号灯,一会儿绿灯的时候我过马路 离近一些看世纪快速路的高架桥 前方是上世纪立交桥的辅道 它可以进入吉林快速路 世纪大街和世纪广场段交通非常拥堵 特别是世纪广场 二三四环都要经过世纪广场 新城大街南侧的快速路也在施工中 世纪大街快速路呢,这边没有动静 看着也挺激人的 然后我在新闻上查到了 这是网上新闻的截图 世纪大街快速路 世纪广场立交桥已经都在规划之中 项目的启动时间待定 所以从现在来看 快速路的续建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这样的桥前几年在生态大街我也见过 看现在生态大街已经全线关通了 建了快速路之后交通畅通了 但是地面的风景就变样了 特别是路中间那种绿化隔离带 还有路两边的那些大树 可能都要受影响 看一下这座桥 作为城市发展的一个见证里程碑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再见